因应万荣乡辖内是没有邮局及超商 凤林警分局以这个席令派出所 万荣分住所以及红叶派出所 配合协助发放振兴五倍券 那么凤林警分局10月6日是派员贺枪实弹 从邮局领回之后24小时全力护劝 要确保8日的五倍券发放首日 登记领取的乡亲们 能够如期领到五倍券的纸本实体券 万荣乡六村辖内没有邮局以及超商 凤林警分局为了配合中央政策 减少偏远地区独居长者 领取消费券的行动不便 凤林警分局特别在西林派出所 万荣分住所 红叶派出所 配合协助发放振兴五倍券 8日上午在村办公处的协助之下 相当多的村民来到了指定的派出所 来领取消费券的使用 凤林分局长简龙宏表示 目前登记领取人数万荣分住所 有721份 西林派出所702份 红叶派出所则有302份 尤其以万荣以及西林所登记的人数 分别居全台有协助发放的 偏向派出所当中第一以及第二高 本分局辖区因为地域广阔 其中万荣乡西林村建勤村万荣村 还有名利村以及红叶村等五个村落地属偏乡 没有邮局以及便利商店 为了方便在地民众领取五倍券 特别由西林派出所 还有万荣分住所 以及红叶派出所 协助办理预定以及发放 本日为发放领取首日 有预约的乡亲 请携带身份证 以及健保卡 还有驾照等身份证明文件 到这些派出所办理 领取振兴五倍券的手续 分局长也感谢各所同仁的辛劳 另外也持续地提醒 民众若不方便到场领取 可委有家属持双见证 代为领取 切勿轻信振兴五倍券代办诈骗 以防证件遭有心人士盗用 以及盗领五倍券得不偿失 记者林洁万荣乡采访报道